林雨晶发现,神娟最近好像有点不太对劲。 两个人的工作平时都挺忙,晚上也是一个人站着沙发一头,个忙个的。 林雨晶有时候去厨房倒杯水,从她身后走过去,几次都无意见她刚好切按掉网页页面。 男人眉骨头似的摊在沙发里,单手撑着下颗,另一只手的鱼肘压在沙发垫上。 指尖在笔记本的触控板上轻缓滑动,微垂着眼看屏幕上的爆表,神情冷淡,跟没注意到她的视线似的。 林雨晶对她这副样子其实很熟悟,这人认真做事情的时候一贯这个样,得凑到她面前去盯她好一会儿她才会发现,于是林雨晶也就没多想。 但是次数多了,总还是会察觉到一些端倪,以及些微的不自然。 比如连着好几天,每次她一放下手里的东西起身,或者从她旁边走过去,审券的手指都会幅度很轻低,条件反射式地动弹一下,然后极其累巧的。 笔记本上刚好都是同样的内容,始终都停留在那页报表表格上,进度条看着好像都没往下调过。 林雨晶觉得这审券最近是不是精神状态不怎么太好,怎么工作效率这么低下。 她潜意识觉得事情应该没有那么简单。 11月,接近年底,公司又忙着一个心目,她每天饭都顾不上吃。 大小会议一个接着一个地开,也没那么多时间关注审券为什么业务能力忽然一下变得这么似,一张报表得看上一宿。 但是审券确实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了,以前到点准时回家,有个工作没做完也都会拿回来,现在天天见不到人。 林雨晶她一句,干什么去了? 她也敷衍了事,要么就岔开雨题,完全不正面回答她。 林雨晶陷入了沉思。 美国电影《七年之旅》里,有爱情在七年后会进入一段危险时期一说。 原因是,人体内的细胞每七年会完成一次新陈代谢,爱情会变得平淡而乏味,然后进入倦怠期。 林雨晶和沈倦毕业三年,如果从大学真正有情侣之间亲密一点的接触开始算起,俩人刚刚好恋爱七年。 从时间上来看,已经步入了七年之养的倦怠期。 她决定跟沈倦聊聊。 林雨晶现在脾气比以前好多了,进入社会以后,很多地方都被一点点打磨得圆滑。 她耐心极了,一直等到十一点多。 沈倦回家后,眯着眼睛进去洗了个澡出来,懒啪啪地上床。 林雨晶靠在床头,放下书,瞥了她一眼。 沈倦没反应。 林雨晶隔着被子,踹了她一脚。 沈倦眼皮子掀了掀,又合上,长臂一伸,捞着她勾过来搂在怀里,声音低沉,带着疲惫。 嗯? 林雨晶被她抱在怀里,仰头,鼻梁蹭着男人销瘦的下颗。 沈倦,你最近表现得很不好。 沈倦闭着眼,懒懒道,怎么不好? 你竟然还有脸问我怎么不好? 林雨晶平静道,你自己心没点输吗? 沈倦闭着眼笑了,胸腔微震,最近太忙,冷落我老婆了。 林雨晶踹在她的小腹上,把她蹬远了点,没好气道,谁是你老婆? 领证了吗?结婚了吗? 现在天天家都不回了,还想讨老婆。 明白了,沈倦带着笑,这是暗示,这么想跟我领证。 沈倦,你要点脸,谁想跟你领证了,一个破证重要吗? 沈倦睁眼,垂眸看着她,不重要吗? 不重要啊,林雨晶一脚踹开她,不在意道,婚姻不就是那么回事。 沈倦对她这点口是心非的傲娇小排气很了解,但了解归了解,还是会被她一句话气得够呛。 她看着她,微眯起眼,嗓子发沉,警告似的,林雨晶。 林雨晶把想说的活泉憋回去了,单粹不理她,发了个深杯对着她裹了被子两圈, 关灯睡觉。 两个人都是下水道里滚过一圈的臭脾气,这一夜谁也没跟谁说话。 第二天,林雨晶睡过了头,巴中今天50周年校庆。 沈倦作为巴中历年来高考获计最高的学生,也是巴中建校以来唯一的一个高考状元。 被刘福江找去演讲,顺便给高三生做个动员。 而林雨晶可以说是刘福江教过的学生里,他最喜欢的之一,自然也被邀请了。 本来两人计划着早上起去,结果林晶睡醒后,从床上爬起来,旁边半张床空着,湿度都美了。 卧室里一片寂静,窗帘半遮,温暖的睡意浓稠。 沈倦人不见了,这人自己先走了。 林雨晶的火的一蹭下就窜上来了。 他坐在床上冷笑了一声,翻身下床,洗漱,化妆,换衣服。 他本来起得就有点晚,路上又堵了会挤车,到八中的时候那边校庆典礼已经开始了。 八百年才攀来一次的校庆活动,高中生们撒了欢了,只要不用上课,就算逝去。 听无聊的毕业生演讲,他们也愿意。 林雨晶在八中没读几个月,也没机会去八中的这个礼堂,不过他记性挺好。 隐约记着当年李林给他介绍过礼堂的位置,既然晚了,也钱不及了。 手揣进大衣口袋往那边走,不一会儿就找到礼堂。 刘福江就站在门口,正跟旁边一个男人说着话。 林雨晶认出这人是李林。 林雨晶工作忙,有几年没回来过,得见过得飞快,当年的刘老师现在已经变成了刘校长。 虽然刘福江再三拒绝,表示自己只想安安静静地当当客人,教教生物,不想当领导层。 李林这会儿神情交集,去哪儿了? 不是这怎么回事啊,早不吵晚不吵。 刘福江倒是依然笑呵呵的,还是那副不紧不慢的样子,背着手道,急什么,这什么事能不办成啊,全是靠天。 因此 någon诺 personal的区别人,教教我说,他会把手扒带到里面。 何人呢。 感谢观看